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簡報的部分 那麼您可以看到呢 其實我們比較好的學習方式 像我以前主要做的都是 課堂的練習還有課後複習 因為我會錄影嘛 那教材都在上面 那比較難做到就是要同學回去課前預習 對不對 因為預習幾乎 大家以前沒有這種習慣 你很難說讓他去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所以其實 我從上個學習的暑假開始 我就搭配OneNote 那整個學習下來 我會發現說 其實雖然不可否認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習慣 學生你要讓他建立這個習慣 要一點時間 但是呢 你有經過這樣的一個調整之後 我們用OneNote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他聚焦 在我們要上的這個 每一週要上的這個單元上 因為其實剛剛老師有去看過 我在這個 我們學校的數位學名 有沒有發現資料很多 對不對 資料很多 同學如果他 你跟他講 我要上什麼 以前我都寫 我這一次上課我就要白板寫 我今天要上哪一個 哪一區 我還特別寫哪一區上面的哪一個 但是有些同學就是看不當 他覺得不好找啊 所以呢 我透過OneNote的方式 我讓同學比較清楚的 好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你看我的這個群組 自己建立 現在有九個在這邊 好 那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進來 我的每一週 每一週 都會像這樣把它整理好 那麼哪一週上什麼內容 這個是我建議他啦 因為他本來沒有這個 變成我要點進去才看得到 對不對 我們滑過去 現在就有看 哪一週上了什麼 哪一週上了什麼 沒有很清楚 對不對 好那像剛剛的 我們這個學期單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有這個學期單 那我把它點進去 學期單呢 我們就像這個來講 你看喔 點這邊 按這個 好 我會問一下說 我現在教的這個範例 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太簡單 還是 口味太重了 太難了 讓同學稍微去了解一下 我們了解一下 那另外一個呢 我會做另外一個學期單 就是 剛剛那個是有點像 我們剛剛打勾的 他沒有辦法寫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會有另外一個學期單 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範例裡面 它的重點在哪邊 好 重點在哪邊 那麼他有沒有覺得 哪一些是他不太會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上課的老師 應該都會發現 講的最多的是誰 站在前面這個人 對啦 常常都聽不到同學的聲音 那麼透過他在電腦上打 我們基本上 有些他不好意思講的 就比較容易講出來 所以你看 你看喔 沒有中文版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會比較OK一點 可以知道 而且 這個部分 像我剛開始的話 我幾乎是每個 每節課 或者應該說每個範例 因為有個範例會做個兩節 那我們就是 做完馬上就調查 那下一節課 我就可以針對同學 不了解地方 再做一個學習 這樣子 那麼像在這邊呢 我們給老師 稍微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主要是做這個動畫的部分 動畫部分 所以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 待會老師您進到這邊來看 我進到我的教材區 好 您老師稍微看一下 像我們剛剛那個電子包動畫 像這樣 我的教材都會有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它的應用的範例有沒有用到什麼地方 那我會找網路上的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內容 放進去 那我會再順便給他看 我們這次做的內容是什麼 好內容是什麼 放進去了 那麼呢 我的學習重點也放在上面了 這個練習檔也放在上面 有沒有相關的一些參考資料 這樣通通都整理好了 反正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個教材的一個架構 那你知道這個架構都整理好 是不是以後就很方便 所以 事實上我上學期還有實施過一個 叫去年的我來教他們 因為 我也有用預錄的 我發現去年的我講的比今年還好 所以我就叫以前的我來教他們就好了 這樣也不錯吧 甚至我還有一次 偷偷告訴各位 因為 有一次我不小心那個時間 上課時間來不及回來 我就叫他們 那個去年的上課 大家自己看一下 哈哈哈哈 欸 因為老師也有曾經上過嘛 所以自己老師自己錄影的話 事實上是有好處啦 反正 你要早知道也容易 也容易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再了解一下 欸 您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麼 我們再往下 那麼 在這個 翻轉教學裡面 我想老師應該已經看過很多了 可能應該最近也常聽到 像我 今天中午來 聽那個教育廣播電台啊 你們剛剛不是有考一個 楊麗 有沒有 楊麗為什麼 二月份比較早 你有沒有看參考答案 你們怎麼都那麼乖 蛤 對 二月份是處決什麼 對 因為我有聽教育廣播電台啊 所以其實老師有時候齁 我會蠻建議老師就是說 因為現在是視覺刺激太多 雖然我是視傳系的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因為 現在好像同學幾乎 或者大家都一樣 就是都只靠視覺刺激啦 其實有些時候 你試看看 我們還有很多教導 像教育廣播電台 就是很不錯的來源 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這個廣播節目啊 比如說科學這樣放啊 齁 之類的 還有像什麼 蠻多的啦 我聽蠻多的 有些時候試著讓同學用聽的 他可以讓就是注意力 改變用耳朵 因為五關嘛 你現在都只用一關嘛 這樣實在是不是很好 嘿 可以試看看 如果您剛剛沒有注意到 您看一下 為什麼要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有些時候我們考同學 做所謂的測驗 不是要考倒他 我們除了說看 讓他去測驗完知道答案以外 你還要給他引導 對不對 引導他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您如果剛剛進到這個學習裡面 好像我們這個測驗 我按學習 我順便問一下 老師你們有在電腦教室上課的嗎 有齁 有的話他也可以做直接做線上教室 one all 但是因為大部分老師沒有嘛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 也許你用到比較少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右手沒有一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叫做補充教材 補充教材 我順便跟老師先在這邊提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您在新增內容的時候 我們從這邊 因為我發現很多老師事實上是沒有做這一塊 我剛開始也不知道怎麼用 點進來 好你看喔 我在新增一個單元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什麼測驗啊 或者是問答都沒有關係 題目是不是出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們注意到上面有個叫補充教材 補充教材就是剛剛出現那個地方 也就是說 有些同學 雖然這裡他不太會 但是他要會觀察 對不對 老師要留線索給他嘛 留一些線索給他 他可以自己去看 因為他自己找 找過看過了之後 會比你直接告訴他答案來的好嗎 對不對 因為他有經過一個歷程 所以其實老師事實上真的可以 善用這個補充教材的欄位 那這個是我們跟老師提的 那麼我就繼續往下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的研習 我事實上就準備一個大綱 只是沒有特別印給各位 細丁而已嘛 直接就打開給各位 對 老師您看一下我們的白板 上面 有看到有一個IP位置吧 這裡 有沒有看到165 我知道座比較後面看不到 所以看螢幕就看到有沒有 192.168.3.165 我們的今天有用到的軟體放在裡面 麻煩老師到那邊下載 好 OK 好大概20幾Mbps 您連進去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麼我繼續往下 您來看一下 事實上 這個 我想這個部分我先跳到後面來 齁 因為這個內容我們後面會提到 來 好 那您看到這個one note進去 其實你注意一下 one note每次進去這個底圖不一樣 這個 你們剛剛看到不見的是這一張嗎 這樣有一點新鮮感 雖然跟學習沒有關係 但是跟視覺刺激有關係 好 你注意一下每次都不一樣 好 那我們進到這裡面來 那您現在開始用這個one note之後 其實 您可以 回應到我們的主題齁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可以這樣教 這樣學 對不對 你不這樣用它教 但是你可以當作一個學習工具 那麼 這邊第一個講的就是說 你的知識要先從哪裡 整理開始 事實上老師都有做 對不對 您現在要上課 也就有自己整理很多東西 只是呢 您整理的東西都在自己的手上而已 變成 萬一你的電腦如果 壞掉或實際你丟掉 你就會很痛嘛 因為 資料只有你們家有 別人沒有 那你整理在上面的話 有可能是自己的 也有可能是別人的 那如果你是你自己的 你就放在你的雲端硬碟上 那順便跟各位老師 報告一個好消息 因為我們學校現在有 那個嘛 也用那個Google代管的那個信箱 對不對 學校網域的信箱 那麼他的這個 雲端硬碟空間 前一段時間 已經公告 沒有任何限制 也就是我們一般的Gmail是15G 好 一般Gmail是15G 那麼 現在呢 他的空間是 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您如果不是很確定的話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對的各位老師 如果有興趣可以Google我一下 我買關鍵制廣告 老師要推銷 要新銷一下不用喔 不然我叫你寄網址 你要嗎 不要嘛 所以 你就打輸 老師就可以了啦 好我在這邊 我用這個 來 你試試看看 哇 沒有跳出來 卡住了 哈哈